字幕志愿者 歌曲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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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言 早晨 早晨 各位网友早晨 早晨CASPER 又到了敏感奇拳譜的时间 刚刚RF开始了,大家看到教主在极地和大家做直播 信号上真的比较差一点,但也没了教主想做直播的热情 所以说现在中国5G还有多少发展空间?现在上到西藏都可以收到5G了 这个看法你还可以,刚刚也有说过,这些这么妙无人鹰的地方 那铁塔在那里做什么呢?给什么人用呢? 他在哪里?他在拉萨还是在日下側? 不知道,总之拍到外面是在下雪的 但也这么说,有些赞叹可以走到5G 这个信号其实在路上也在行车的 其实信号其实不算太差的 一段时间都做到的直播都没有断线的 不过是在最后就叫它断一断,那就没办法了 这件事是不得不赞叹的 但反过来说,铁塔为什么要建这么多铁塔呢? 哈哈哈哈,摆到上去 刚刚老爷爷做的嘛 我看见那个TITO我还以为是大狗 那不是,大狗有份的,大狗会有这个金坡的 所以你们都留下了那些名字的 好的,那我们去看看廣估 今天港股仍然可以 恒指现货上升200多点 去到17,400以上 逐步就叫企稳 今天最高去到175点 那港股方面 加士帕你又怎样看呢? 这个似的样子我反弹了 港股? 其实很久没看了 你想问我怎样看 我想大家知道 最近对于港股的coverage 是大幅度降低的 看少了很多 但是 走势上好像就 叫做17,000就顶得住了 但是你说是不是很有活力那些就不是了 因为其实你看看昨天都是 多少成交? 昨天都是900多亿 900多亿 也不错 也不错啦 正常啦 不是说很有充敬的那一只 这样啦 Anyway啦 现在下20天线以下 然后刚刚250天线穿了一下 架穿了 然后又上回来的 这样的感觉 所以 我 我感觉都是 悶事了 你现在的感觉就是OK 17,000现在顶得住一次的 但是上次呢 你看到MSCI掃了上去18,000那一刻呢 你明明这么大的被动买盘 你理论上应该要掃穿它啦 但是多数不穿 跟着呢 是9月2号那只阴烛打下去其实很伤的 嗯 那你这样下去之后 穿了20天线 那就还给你听其实是down trend啦 这个只不过是一个down trend反弹的 嗯 那所以走势上我不觉得恒指 就是大指数 甚至有些大的成分股的走势是漂亮的 那你辟股份的话 你就要辟得很小心 嗯 那个别股份方面呢 那 今天呢 就叫比较少许多 可能是一些金矿股 那些资源类别 嗯 而这些科技股呢 近期走势也都OK的 比如说爸爸那样 那时候说股通之后呢 那咬勻 那星期一那天就说明天就行的 就删了在80元楼下 那之后一直都咬 然后第二天就开始咬 今天呢 去到84.1号多了 那个别股份 ATM那些走势 你这方面又怎么看呢 嗯 OK 爸爸串我是不是 不是 哈哈哈哈 我们这里 我们这里这个节目不会串人的 每个人 每个人 我 每个人对围的 哈哈哈哈 爸爸 先说一下 我是一直都看淡阿里巴巴 甚至他现在破了位置 我都要看淡的 我坚持的 这件事情 喂 他现在挑战着这个 刚刚五月二十多的高位 就是 不关我什么事 因为 因为其实总之都是那句 我怎么都不会买 是 因为 嗯 因为你就算在 在这个 沙漠这样的港股里面 你怎么都找到一只好 比阿里巴巴的股份去买的 嗯 包括腾讯 包括小米 嗯 就算美团也是 比一团英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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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为什么不买阿里巴巴的原因就是 这个股份呢 基本面不多说了 只要听回千千千千2.0啦 或者是听回第二些节目啦 我们要争论要骂的 其实都骂了十几二十万次而已 嗯 但是如果我们在一个技术层面上去看这只股份呢 嗯 有没有那么多假突破啊 每次都假突破 每次出完好消息就跌 每次出完好消息就跌 然后一破完位大家觉得 哇 好像又好一些哦 在威势势这样哦 跟着就回头了 那 然后走势上面呢 它是不是很强呢 算强的 的确的 但是 是不是说没有股份强 一定要选这只呢 没有 不是的 就是你说700其实不差的 嗯 是不是呢 你说一路浪着366307楼上那样 那它都是横级而已 是的 是不是差不是差的 那为什么我要选这只 伤害过我感情这么多次的股份呢 那这个你个人真数而已 如果这么说 哈哈哈哈 那我想不只是我啦 其实你看累积那个 那个走势而已嘛 譬如阿里巴巴之前那位三百多元的 你积下来的那些下方一定比腾讯的 嗯 因为阿里巴巴你想想 其实那位跌下去跌了九成 八成多了 那好了 那腾讯啊 之前那位你七百多元落到去 那现在都是接近四百元而已 跌一半 好了 还要之前反弹的幅度 腾讯是高一点的 嗯 那我要计过蟹货 我要计过走势 那是不是怎么计都是腾讯好一点呢 所以我一定不会买阿里巴巴 就是这个意思了 那所以如果你说 整个ATM里面我去screen的时候 阿里巴巴我怎么都不会买啦 另外就是电商行业 内卷都不得了 如果京东我一定不会买啦 嗯 那另外一只拼多都不会搞的啦 因为这条数我不会看啦 嗯 那然后现在暂时的感觉好小小是什么呢 嗯 腾讯 起码今次出来的那些业绩呢 它cut cost之后呢 你看到它那个盈利增长是有活力的 嗯 十凉二十个percent给到你啦 TOPLINE增长是这么多只巨头里面最快的那只来的 所以腾讯我是buy的 跟着小米啦 造车15个percent毛利率 比我见到有钱赚啦 OK的 美团我自己都一般般 但是走势上面是明显漂亮很多的 那所以要选都是选这三只 我不会选择你爸爸 OK 好 那谁叫louisom啊 blog了他 哈哈哈哈 这个不blog了他 这个不blog了他 哈哈哈哈哈哈 是啊 那如果你说看一幅图的 其实 不得不承认的 近期爸爸这个上升轨呢 是真是漂亮的 就是一个短线的上升 我先不要说长线啦 那我只看一幅图呢 就是爸爸的上升轨确实是漂亮的 其次呢 就是看一幅图来说呢 那个美团呢 今天呢 就是昨天已经开始 叫做一支针呢 就破了破顶 今天就直接站稳了 高开的了 那破了之前呢 就是环图区间 就是在6月那段时间呢 那个122元啊 那些顶位已经破了 现在再去挑战之前呢 5月中的那些高位呢 看看有没有机会再破顶 其实你说那个走势上呢 美团比腾讯还比腾讯呢 因为腾讯呢 都是 今天叫做一些反弹啦 但是还是一个环图区间呢 继续在那里陪陪回回的 那刚刚也听到加仕伯 他也分析过 他绝对不会买阿里巴巴的 但是他也会看好 哈哈哈哈 腾讯是不是 美团啊 ok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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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港股呢 现在都是升200多年了 那港股呢 暂时呢 就先说到这里 那我们要看一些外围的情况的 那我们会先看一下外汇先的 外汇 好了 首先 昨天欧洲 我最不熟悉的就是外汇的了 是吗 不是啊 昨天我和你谈过的 是不是昨天你之前 我和你谈过啊 首先呢 昨天的欧洲央行议息 那都是减息啦 减息多少呢 就先看先 减息 昨天欧洲央行议息就减了0.25的 但是看回欧罗呢 又不是说真的特别跌的多了 都是站在1.10啊 1.11啊 1.108啊 现在就还在这些位置 但是那个美金呢 你就说美金是反弹的嘛 我和你聊天的时候也说过了 那那日子就回到1.4.11这些位置了 就去又试一下会不会穿1.4.1 就多了日子 先说个美汇先 美汇 你说反弹啦 昨天又跌哦 现在去回到1.0.1这些位置哦 1.0.1 1.0边皮哦 美汇指数的走势你怎么看呢 美汇我觉得现在一看就 因为起码都做了两只脚的 所以再说 短期内穿1.8的机会 我觉得低一点的 那当然了 现在又拉回来啦 但是会不会就是下一波 再弹的时候试回10.2 同志高一点 不出奇的 那就是那样东西 就是因为 呃 现在那个减息预期 是都过浓的 我觉得 是 因为你你九月份 就是下个礼拜 那次减18号 应该就减25滴啦 那25滴都预计了的了 那接着就 11月和12月 现在市场预计减50的 那我觉得这个 就是你连续两次减50 那就是那个经济出大事 才这样减50了 那我不觉得这件事是会发生的 两次减50是很夸张的 因为本身 想着都是今年可能是减0.75 0.5那些数而已 你现在突然间说 跟着那两次减0.5呢 就是我一年减1.25的 嗯 这个数太夸了 那所以我想其实它应该会剩下一些手段 之后才减 还有就是你政治上也是啦 你维持上一个一个高一点的利率 其实都摆明是夹着中国的啦 你现在很明显看到 那所以你说是否减得那么快 我觉得不像的 那些经济数据虽然是 转弱着 但是你譬如最近看到那些通胀数据都 哎呀叫做keep到啦 那所以我不会觉得我跌得那么快 那所以为什么你说欧央行那边呢 嗯 一说减息都好啦 但是为什么反过来的欧央是升呢 那我会看就是 其实大家都price inside那些的 嗯 是的很多都是这样的 那所以对于这个euro来说 我觉得都是偏OK的 都会偏强的 因为euro之前已经减息啦 现在的减息步伐 应该就会慢过美国一点点的 那所以我想它试回1.1几的前提 都不是没出 就是1.11啦 哇但是euro又升 那美汇又升 那什么相对的货币会跌呢 如果这样的 看下先 那现在譬如是 澳子就 澳子也升啊 澳子也升啊 是啊 那因为昨天的美汇就卷了下来嘛 嗯 那所以现在的澳洲指 其实的euro都叫做升一些啦 那多拉耶尼也是继续升啦 嗯 但是未来的那个趋势上 你也是看过美金有机会是over-suit啦 就是意思是不是 那有机会反弹啦 大哥 嗯 你也看好啊 嗯 我觉得 现在暂时看的样子就算强啦 但是 它强得来的不是一直强下去的 或者可能短期会剩下的也不出奇的 但是 美金现在这个位置就是那句啦 看个图就不像会再穿100元 暂时 即是短线啦 暂时短线一点的而已 短线不会再穿100元 好 那美汇方面呢 昨天就跌了一大棍下去的 那现在去到1011这些位 那相对来说呢 那耶尔真的比较走强 就是多拉耶尔跌了 那多拉耶尔来说去到1411多那些位置 日元方面你有没有什么看法呢 耶尔不太会碰 不太会碰 不要紧 那如果耶尔不太会碰 那我们不如说一下日经啊 这些要问Debbie 日经呢 日经你有没有什么看法呢 如果这个说这个 日经指数方面 日经今天跌200多点哦 今天都 日经其实我觉得呢 你如果只是计stock peak的话呢 在 嗯 是啊 叉烧场我会碰不碰 对我会是不熟的 我会先说一说 不关键 我只是看 嗯 我是看几个主要货币的分数 我才会碰 我不是炒外汇的人 是 那但是 譬如你说日经呢 嗯 指数啦 我会觉得你现在指数上面去看 那当然啦 你会觉得噁心啦 因为你弹回上去那些3万9的位置 然后现在又拆回去啦 虽然它没有 再跌穿之前 说日英拆仓那个底啦 那但是 现在都是算横行的 其实走势上面一半啦 我会觉得 但是如果你在日本的股份里面去选 其实你不妨选到一些挺强势的股份 嗯 不是那么差的 所以我觉得日本的市 譬如你可以看一下那些 嗯 六七八五 嗯 嗯 就是你可以找一下那些股份呢 就是你可以找一下那些股份呢 其实倒转就破顶了 你就算看到Sony那样呢 其实都不是真的差得那么强势了 嗯 其实都放在高位置那样的股份那样的股份 那没有好像指数那样的穿低的 嗯 还有另外一支是unicol,unicol之前是爆顶 即是你爆日仓,日银刷完仓之后 跟着unicol重新试翻之前的测高 所以走势上你说日股有部分的东西是扫下来的 但是如果你懂得stoppick的话,那你可能找到一些好东西 哦,那就是简单一点讲炒股,不要炒市 因为看回日经指数其实都走势一般的 一顶低于一顶 即是如果有长线,都是炒股不炒市 如果市来说,日经指数你看好还是看淡呢 如果你比较中长线一些 我喜欢看东正多一点 我喜欢看东正多一点 因为当然了,日经我现在都觉得横行的 因为走势是分化一点的 特别是Toyota真的弱点 所以大的权重走差一点的时候 其实你就很难过大指数升的 但是你如果懂得stoppick的话 那你可以炒股不炒市了 但是要提大家一句就是 日本stoppick不是简单的 我和肥希看到头都混了 真的找到一堆东西出来的 所以你在日本的市场上去看的话就是这样的 而且就是多一句,尽量hedge了日圆 因为你不知道那些风险是怎样的 失击无神又加又减 接下来说是全家息嘛 雨是加的 但是之前特朗普上来的时候他又说不加的 那时候又说加,有一段时间又说不加 然后现在又淡回又说加 所以我变成了其实觉得他那个 购物政策就混乱一点的 我就不会在这里去导 嗯,那还是先看清楚一点 尤其是下个星期 央行议息的嘛 看回联储公司也议息了 18号 到时看清楚一点 看看美国减息减多少 日本有没有机会再真的预期的加息 到时收到这个息叉 我们在做着节目 大师在帮人,记不记得 是啊,大师是会这样做的 好,那日经方面就还行 暂时看法上都是帮幅上落 至于其他方面 我们逐样商品要说的 其原本就是商品的 先看一下金 美汇指数就叫做跌了 但是金呢 即是金的走势上 现在期货金已经在到2590多元了 现货金也都创了历史新高了 金爆顶了 金怎么看呢,走势 嗯,有人说我在TVB那些 推荐老登啦 但是我在TVB推了那只金矿股 在破顶的,那只金矿股 NEM,NEW MON 是 赢钱的,我想说 Anyway啦 但是今年我想都年尾 当然了,美金短期内可能真的有点反弹出奇 也是刚才那个原因 因为加息预期太过分了 但是金呢 跟美汇指数有点差勾了 你看看美汇指数 它跌了这么多 但是金之前都不是这么升 那现在实际是美汇指数没破底 但是金已经是破了顶了 那它又不是完全跟着的 因为它始终有自己的混乱 但是大家通常就是我拍完之后 那个correlation 计算完可能有七成几八成的解 但是我想金都继续会强的 因为始终很简单的嘛,都是减息的嘛 大师就说金不关减息事 我说金一定关减息事 关,怎会不关 我和大师聊都有 你和大师作对 没有,没有作对 就是减息一定是有利的 我根本都会有利的 因为都是那句 你把金放在银行 银行不会多吐多些金给你的嘛 嗯 如果你把钱放在银行 银行会给息你 那就是说 那个息是opportunity cost 嗯 所以金如果在低息环境理论上是要尝 而且金是所谓的一个避险工具 那这个避险工具是经济衰退的时候会发生 那经济衰退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呢 就是减息 嗯 那这个flow是很成立的 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合理的 所以如果 你减息 那然后经济不好 美元又偏弱势的话 那金星很简单很正常 嗯 就是你觉得 都是有一些钱 就走去有些避险的因素 走去金头 所以令到金现在这样去再破顶 創律市新高 就是都是因为这个 来到环球 说环球 除中国外 那就有这个经济衰退 是吧 嗯 是 中国没有的 是 OK 好 但是要注意 就是如果你说美金突然间打一弹 它可能会 因为我都觉得我金其实跟美汇一样 两边都是有一点点急的 嗯 所以你说追不是不可以追 那金我也觉得今年一定要拿着 就是你当它用来压仓的 其实 嗯 因为今年都说明的了 嗯 高息股和科技那些股份 你各差一半 然后你剩下那些的 allocation 你可能要摆美制或者摆金 嗯 那你要这样摆着仓 那所以 金就算高的话 如果你现在完全是没有的 我可能寸一点点去做观察先 它回回我先价 这样的一个情况 如果短炒上呢 有没有什么位置可以建议给大家呢 如果炒金的话 短炒期货 现在期货在2590多 昨天一棍升得很厉害 如果说说金的波幅呢 昨天的日期货 就有50元波幅的 一天单日 嗯嗯 短线我想支持位2537 2537 低买 期货低买 短期低买 梦川2537可以继续买 比如打到2550 2560那些位置 你试试买 那用2530多的位置 去做警告 我未必说是止蚀 可能你说打穿的时候 你起码我要警告 那样 然后你看看有没有机会再多冲 嗯 好啊 另外 昨天说完金之后 再说一下银 其实银呢 近排走势就弱过银的 那银的走势方面 近排都是还 昨天叫破顶 那银呢 昨天一棍都是大棍吐了上来的 那现在期货已经去到30分以上 那要追回 追回金的走势 那个银方面 你又怎么看 跟经济有点相关 银就会在工业方面的application 多一些 还有它都有避险属性 但是属性很明显没有金那么强 但是你说银一上去 那一会儿呢 beta就很明显比金的 那所以你短线可能 这一下它破了前底30元 其实它上到32都不出奇 那这些炒了而已 那我会看就你比如短期内 昨天那个大阳烛上到来 那我支持的位置是29.6 嗯 都可以 就是低迈 都是低迈 都是低迈 那走势上都是看好的 嗯 是好 那说完金银之后呢 我们来看看铜价了 铜价呢 铜价呢 都跟经济更加密切 那铜价近这个礼拜的走势 都是比较偏好的 那现在的旗铜呢 就在做4.23 那距离之前的那个顶位 4.28那些位呢 就很近 就是在一个横行区间的顶部了 那铜方面的走势呢 那Casper 你有什么看法呢 铜就 如果你看经济周期呢 我想铜就差跌的 因为你今 叫做避险 银都叫第二 但是铜是直接经济相关 就是工业东西来的 所以你会看到铜呢 为什么三只里面 金银和现在铜走势最差呢 还有就是好像一波低过一波的 你见到走势上是不静的 是 这两天就会好一点 这个礼拜 这个礼拜 但是你说5月数到现在呢 5.2路一路下 然后4.7路逐波下的 所以走势上是差 而且 因为我会觉得铜真的很关中国 是 因为你有基建 你又要世界工厂 你要製造 但是 你又见到近期的厂 或者外贸数字 其实是一半 所以工业生产那些东西 都是盲了的时候 那你是不是值得去铜呢 因为铜其实就很汽车啊 很基建啊 那这样的嘛 那所以 周期上我不觉得铜是很合适的 那但是当然了 你说短期内 会有一些 就是各个国家那些 那些矿的增产减产因素那些 我们很难去预计了 那但是现在呢 就刚刚好是我们刚才说的 四个顶那个的 阻力位来的 那你差不多去到四个三的位置就顶住了 那所以我现在偏向反而这只铜呢 我不是很敢拿着 如果要做的话 你看它有没有信号 譬如说 走势上拉支针 顶到上去四个三 跟着回转头拉上影线的话呢 你反而做铺比做买 嗯 反而铜可以 就是现在是 坏行区间的顶部 反而高铺有着手点 嗯 高铺有着手点 不过要等信号 你不要见到他长阳足 然后你还走去 嗯 嗯 不是这样的 那你包上他自己都懂得去stop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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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短线的部署 金、银方面都可以低级 那 同方面呢 就 反而高估它呢 就比较好一点 对 是 好 那刚刚我看到网友有个问题 就是问回 金价升 又减息 就代表市场风险升 但是为什么美股会继续高位还行呢 是的 嗯 你想说美股先 回答这个问题先吧 美股方面你怎么看呢 其实近期是有点错的 不出奇的 但是这些事情 因为你第一短期就是 如果美金弹一些 那你会问我 为什么我看美金弹 但是又看 就是可能 可能 可能美股可能又弹 那现在又弹 嗯 那原因就是 因为 之前那一下美金跌下去 是因为 减息突然间 由 每次减25 但是变成每次减50 那你每次突然间减多了的时候 你的利率低了 美金一定弱的了 这个很明显 那你这样下去的时候 现在是将 即我们预计是会将 那个减息的预期 调回去 没那么快的时候 嗯 那 科技股是不是会弹呢 会啊 因为本身大家是 害怕经济衰退 科技股就是 AI那个ROI减退 嗯 所以就 那些钱要抽走 摸走 不投增长股了 这样 那些科技股跌了嘛 那所以 这两样东西就变成了 没什么冲突了 嗯 就不是说 好像以前那样 因为以前大家就觉得 美金升 然后那些钱就去完美债 那样 所以就 就不在 不在美股里面 那但是现在的story 有些少少不同 嗯 OK 好 那就是 未来的美股 那应该我们再深入些 去 再分析一下 美股 因为近来 美股的走势方面 都是一个挺强劲的反弹 那就是前日 那个 道指都可以 就是单日转向 就是挺夸张的 就是本身跌700几点 到最后升8几点 到最后升8几点 昨天继续follow 是升200几点 那我稍后再说一说 那我们再说一说 那我们再说一些商品 那 另外跟着到油了 那油价呢 就 好了 那油价呢 好一点 简单一点 去到69.3几点 之前呢 其实 去到65.2 65.3 这些位置 那油价方面 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看法呢 油价呢 油价也是那一句 我们现在是 害怕进入衰退周期 就是我们是半只脚衰退 半只脚在所谓滞脏 或者没什么事 嗯 那然后 之前你看到欧米不停地减产的 但是减完产之后 你都不觉得呢 就是油价有什么support的 现在 前那段时间有 但是现在开始失去作用的 那然后就 当然了 你说俄乌啊 等等那些 我觉得已经不是event 因为已经趴死了 俄乌也好 你说是以色列 那些东西都好 其实都已经是完了 就是从金融市场的角度去看 那所以现在走势上面呢 你会发觉就破了底了 嗯 我觉得就都是真的 关少少美国那些数据的 或者中国那些数据的 因为其实如果 如果我国家出来的 那条数据都告诉大家 就是我要跌了 嗯 就是不是股市跌 I mean 经济 我们是下一个down turn的周期 嗯 那大家consume少了的时候 那油价不会下 很简单的 那么 短期技术的话 其实都是算的 你看到其实就 就直接是五条 五条军线全部反转排 嗯 是啊 那所以 那油价是偏淡的 那如果你看到 譬如早 这两三天呢 它在低位65元那些淡上来 我想它到70元附近 顶着的 咦?那这些位置 可不可以开一些 潑呢? 如果很短线 也真是纯粹炒的话 我想71元那些位置是阻力的 那然后你试一下 又是了 我看到长针回过头的时候 你可以试一下 嗯 嗯 也都长 比较长远一点 就是中长线看的 油价也是比较偏淡的 因为经济环境因素 那油价也是偏淡的 对不对? 嗯 又未必跌很多 但是这样的势 就不像是会升的 市场 还未是买着 那油价 摆明了 是 好 那短线也可以尝试一下高估 另外再看看天然气 天然气真是破顶了 前两天我都和阿焚 还是和大师做节目 都有提过一下天然气 在华人区间就似破顶 好了 现在已经破了一点点了 天然气现在在做两个三毫六 那天然气有没有看开 阿师伯 天然气很少 之前买过就输过钱 哈哈哈哈 看回天然气的近排走势 近两三个礼拜 走势其实算是不错的 在下面很明显的 在过八过九的位置 有个支持 现在做一个反弹 跟着 华人区间 上环区间顶 昨天正式破了 区间顶 上班多一点点 两个三毫多 这些位置 如果你说走势上 确实是不错的 还有点兜底的情况 你说可不可以挑战回去三元呢 那就逐步逐步来 两个四两个半那些位置 可以再 再看一看 如果有做到好仓的朋友 我觉得就要 take profit 的时候 但是你说现在买下去追不追得呢 那么 那止热会传得比较远 我想天然气 其实之前那些事件 就是说 你俄乌那边断了 跟着就在其他国家 重新 进入到欧洲 所以 令到气价下去了 那现在气价都叫正常化了 但是欧洲那边都有些 有些交易货币的 以我所知 嗯 那 但是 现在你说的production方面呢 就好像因为之前俄乌的关系呢 那你会见到 那些油田服务 那些油气类的股份呢 不是gaming 就是油气类 那些股份 其实那个production 出回来的 嗯 所以现在就未必说 是因为再会炒些什么战争啊 那些概念 容易会令到天然气升 那所以 短线 我觉得现在炒天然气 有时候炒那些蜜谷那些feel的 就是很飘忽的 天然气可以随时爆得很厉害 是的 是啊 有炒开就算 所以你说短线看图的话 我只能跟你说 我支持位2.1左右 嗯 那然后你上面的话 你可能下面的位置看到 上面2.7左右的位置 嗯 那有人说 什么劍峰转图 是的 你商品没办法的啊 哦 是 商品你 商品我没办法不看着图 是啊 因为股票我都可以有多少少 detail 但是商品你说 我那个国家突然间减了产 我没有一个很general的picture 可以让我看完所有东西 嗯 所以没办法 正常 就是正常的 炒商品你说day trade 每天不同方向都可以的 嗯 好 那一众商品我们很快就说了 那我顺便说你虚拟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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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说5万3,5万4,即5万5这位 已经有三只脚在那里 短炒相可以看上的 现在Bitcoin去到5万8了 先问一下你短线 Bitcoin有什么看法呢? 短线还是弱的 都是一波波落在走势上 很明显 但是你会看到近期 其实有很多那些 那些新闻都是偏淡的 比如说某个国家 就不知道在哪里搜了一大堆Bitcoin出来 现在要沽货等等 德国之前就是说 有一堆是犯罪分子来的 然后就发觉有一堆Bitcoin在交易 那它就要沽货出来 然后发觉后来 原来德国政府已经拿了Bitcoin很多年了 成本价可能是一万多元而已 所以现在政府是发达的 有这样的新闻 但是我也是那句 5万元应该是Bitcoin很大的支持位 如果贴近5万元 我会非常之主动的 考虑去买入 考虑去买入 但是这个位置是 如果你说贴近5万元 那这个位置你觉得 买入是放在中长线 还是短线短炒的 就看10万的了 如果你说你5万元就是长板 我真的够胆和他坐10万 嗯 是 好 那Bitcoin看法你也是 大好友 如果这么说 应该这么说 你短线如果 你纯粹炒的话 你这个位置是没有的 那你是做跌的 是 那因为下跌的嘛 那你一级级下跌 我跟着图说 我当然说跌啦 就是见风洗堂嘛 最喜欢的啦 那但是你说 如果我真的 纯粹是看这一样东西的基本面 我就算当这个Bitcoin这个资产 真的没有了所谓的medium of exchange 因为你不会真的 用Bitcoin去做交易的 我用Bitcoin去买一块pizza 你看看现在的Bitcoin升了多少 是不是真的一个Bitcoin值一块pizza 不是的嘛 以前最初出就是 最初也是的嘛 是啊 那现在已经没有了所谓的medium of exchange 那个感觉啦 那个用途啦 那但是 它现在是store value來的嘛 是 多人认受性高了 所以都是 最紧要就是 不是多人认 到现在可能说的人会多了 但是都不算是 个个都说我信Bitcoin 嗯 是啊 那如果你说越来越多人认 是慢慢的 由0到1 由1到2 你的效果就会很大 但是如果由10到11 效果就没那么大 那所以我觉得 他现在都仍然是很初段爆发的那段时间 那如果我们计算挖矿成本呢 5万元就是支持位 那所以就先看着5万元 那如果穿5万元 那当然要小心啦 但是5万元我会视为一个非常大的支持位 嗯 嗯 很吸引 即是吸引卖入的位置 接近5万 这些位 对吧 好 那虚拟货币也说完 那如果大家想 就是有 知道大师 现在大师也有一个check room 应该都在听你说话的 那想知道大师和加事伯 对这个 刚刚有提到的Bitcoin 日股啊 这些长线的看法呢 或者是有些什么更加深入的看法呢 那接近南方东英呢 会和这个Red Cup Finance呢 会有这个Bitcoin日股共反PK大赛Round 2 那 那 之前本来是在上个星期举行的嘛 但是刚刚打风啊 没办法就被逼取消了 那 那现在呢 我们是会 改了日期的 那就改了是什么时候呢 就是 9月24号啊 就是下个星期二啊 那就是浅浅浅浅2.0的 那段时间呢 就做这个 加码特别版 那这个Bitcoin日股共反PK大赛Round 2 那 那 如果大家未报名的朋友呢 就可以看到 螢光幕上高 有个QR Code 或者呢 在这个check room上高 都有这个 有报名link 有Google Form 的 大家呢 就踊跃一些报名啦 那 在哪里 看这个 这个 共反大赛 PK大赛呢 就在我们 Red Cup Finance的上环地址的 那所以呢 其实这个座位呢 就有限 就是只有三十多个位 那 那如果大家未报名的朋友呢 就趕快点点 就去看看大赛和加仕伯 现场如何去PK 发 那 那 大家踊跃报名 记住 呃 座位有限 所以大家要报名的 快快去去报名 是啊 嗯 好 那 那我们一种商品 Bitcoin都说了 到最后 我们先说一下气肉 先说一下美股 美股这两天呢 都是反弹 都继续有 叫做有力 那 那未来美股的走势 逐样问一下你 就是美股 纳子 道指分开看 你是怎么看呢 先说道指先 嗯 嗯 先说道指 道指应该会最近强化一点 嗯 因为纳子已经很明显 将他们那个 会升的股份 narrow down 都只剩下几个 嗯 嗯 嗯 市欢特别是在科技股方面 是越来越窄的 很明显的了 嗯 嗯 但是道指呢 就有一只 有只好宇宙无敌 整只恩子丹的股票 在顶着 那只股票叫联合健康 是 UNH 因为它是道指其中一只很大的成分股 我想它应该是第三大拳虫来的 是 所以有这类这样的公用股 就是有麦当劳 有可乐的顶着呢 那所以应该会令到道指走势是会强一点的 嗯 那 两个指数去讲一个 strategy的话呢 我会想就是 嗯 因为今年呢 第一就是 你不会说AI完的嘛 就是如果我现在都 就是当然啦 你AI是贵 但是AI故事不是完的嘛 嗯 所以你可不可以说AI股票今年已经死了呢 我到现在都不敢这么说 嗯 就是NVIDIA 你看到啦 一说淡的 立刻夹你8% 是吧 那它都是高位挖痕而已 那你会看到有些股票弱了 而那些股票你可以判断它 它应该差不多是星源的 嗯 例如MU 是 那些你可以判断它是星源的 很明显的了 你也看到就是SK海力士 在晶片界打爆了所有其他的 那些对手的了 包括Samsung都死了 嗯 但是 裁缘了 Samsung裁缘了 是啊 Microsoft也裁缘了 是啊 但是都是把资源集中在AI上 那 那就是为什么会突然间说到这些东西呢 就是我们发觉 嗯 现在 譬如说强势的AI类股份不多的 嗯 就是当然啦 NVIDIA仍然算一只啦 TSM算一只啦 你另外看的 可能你要落到Palantir的啦 嗯 是啊 PLTR啦 或者你落到ServiceNow NOW那些的啦 那所以 就是我想说的东西就是 你可能 M7都还是强了 嗯 那然后你在二线股里面呢 10只可能剩下3只是强的 嗯 或者2只是强的 所以你在科技股里面 pick or pick的时候 你要非常高要求 你要非常厌占 嗯 还有你的仓位要缩小了 嗯 到另外一边啦 嗯 今年一定要拿的东西 是Consumer Staple 从公众股 我说了很多次的啦 嗯 因为现在是进入减息周期 你要见到那些公司的营收 还有EPS是没有跌到 持续在派息 接着一减息 它的价值会崩下 嗯 是的 所以 什么联合健康啊 我经常推的那些CB啊 肥西经常怯我说很悶啊 你那些股份 那为什么要持有这些东西呢 就是 你要平衡回 你组合另外一边持有的增长 嗯 所以整个美股仓 今年应该这样玩 嗯 就是放一些传统一些 保守一些的 是吧 所谓保守一些的股份 比如可乐那些可以吗 嗯 可乐可以 可乐最近要回的 短线要回的 因为 说回就是 刚才我们不是说 嗯 减息太快的 是啊是啊 那如果减息太快的话 这些公用股股股就会开心啦 是不是呢 因为我派息的嘛 我就跟着那个valuation 一起泵上去 嗯 很简单的嘛 但是 如果现在呢 开始就是 那个减息预期 要退回回头 没有减得那么快的时候呢 你的公用股 就应该是会回回一点的 嗯 反而就是 那一下就是NVIDIA 直线爆上去咯 所以你会发觉 两边好像摇摇板那样上 嗯 嗯 OK 好 那么啊 美股方面 你有什么股份 可以推荐啊 给大家 因为大家好像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什么问题 嗯 嗯 还有什么补充呢 美股方面 推荐啊 咦 我这个星期推什么 我想想想 嗯 嗯 一股我是 保持了一只CB 是 接着就 是的 我是 我这个星期三 就是前日那天一股呢 我是低位 劳底AVIDIA 是的 很好昨天一股市变得到这个スー 是 很厉害了 咱们 现在这个感觉是有点像收窄三角益 是的 是 是 你认识吧 是 这样收窄内 然后很多一些比较强势的AI股 包括TSM其实走势都是类似的 所以如果你说短时间内 你要拨拨这些股份 那你是看看我跌到100元 NVIDIA就挺吸引的 上面的位置应该135左右 那你贴近那些位置 那你可能又要调整一下 那这个是NVIDIA短线的做法 而TSM差不多的 可能你说去到180元左右 那我会见到阻力的 你说下面比较漂亮的位置 可能是150万左右 这样它现在暂时的阻力就是这样 那如果你说再推股份的 那我想就是这些股份怎样都需要有 然后你另外在公共产股 这些是增长股 这些是增长股 你要找一些稳定一点的股份 去顿不住仓呢 那你可以看什么呢 之前都说过很多次的了 安达保险 股神那只我非常拜的 我甚至早过股神半年 我已经开始玩这些东西了 那然后另外一个叫做CI 信诺 CI 信诺保险 都是保险公司 它也有做一些诊所 health care的工作 那就是非常稳定的一家公司 这些是362元 这些是用来等仓挺好用的东西 然后你也可以想想 可乐、金宝汤、Oreal、燕仔 那些就是今年你要防守的时候 用来等仓的东西 NVIDIA呢 NVIDIA都可以考虑接近100元多的新买 不是现在这些 如果你说短线NVIDIA就是 如果你说之前好像陈思拉那样 那我是200元 我那些没有 我那些是很厉害的 你没有讨论空间 那譬如我TSM 我都有100元那样推 我现在沽不沽也没所谓 你就有它飞了 那你难道下100元吗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很低 那你譬如说NVIDIA这样的 那你现在要买 你只能做短线的 是 就是如果短线它升到的 你就由它继续了 但是如果长线 你硬在这个位置死错的话 它真的跌下去 那我帮你不了的 所以你要想的就是 我现在这个位置放进去买 买完了 好我100元做紫舌 然后我看到130 嗯 是的 只能够这样 就是短线炒这个R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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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马家事发现那个收集三角形 就是这个Range 那其他芯片股方面 譬如说AMD 那些什么看法 都是 AMD是弱的 弱啊 AMD AMD之前出完那宗收购消息之后 都没有翻单上去 嗯 之前它不是收到一间叫ZT solution 的东西 那家是跟SMCI 是做同一个Business 是做Server 然后现在 Lisa Su 就是想将它 那个Production的部门 是 spin off了它 卖出去 然后呢 就只是保持住 它做Server 那堆客户 和那个技术 嗯 但是我想说就是第一 SMCI 这一类型的Business 无理率只有10% 嗯 那它只不过就是我想垂直整合去收这个东西 所以就做了这个收购合并了 那然后呢 那一刻收完之后 立刻在高位拉了针 回不了上去的 嗯 所以AMD是明显弱一点的 那当然啦 它怎么弱都好 一定比Intel Intel是不可以碰的 嗯 那但是如果有得选择的话 那为什么我要选择它呢 那我就算不选NVIDIA 我不选TSM都好 我都还有Blocom可以选择 我不会选AMD Blocom 我知道 Blocom 看看先 Blocom164.5 那倒是哦 它走小 是啊 哇这三天真的弹得很厉害 这三四天 由130多元 那些位置弹到160多 是啊 那所以你有其他选择下 就没需要选AMD 就是AMD 那上面看看Intel Intel Intel 真的 我Intel不要拼了 我不是看升 但是不要拼了 哈哈 那现在它也贴近在 就是它一个夹单下来之后 在华南区间的底部 都贴着底部 现在都继续在20元以下的 19.3毫浪 不是 我怕它现在spin off 它走出来说分拆 然后它真的是升 夹你啊 哈哈 哈哈 哇 補回裂口也很禁 裂口在$29 那些位置 我想補不完的 是啊 很夸张 是啊 是啊 但是也不要拼了 就是Intel不要卖 但是也不要拼了 如果你说芯片股方面 就是TSM 你最看好的 其次就是NVIDIA 就是大家给了Range 大家去炒 AMD就不要碰了 另外说到美股七雄 蘋果就刚刚最近发布会 出了个电话 你怎么看这个发布会 你觉得 吸不吸引 会不会 之前唱得很行的 AI换机潮 首先AI就好像是指牙膏式慢慢出的 另外国内会不会有这个苹果AI 也不知道 那刚刚还撞正华为出生机 刚刚兑正苹果 那苹果 你怎么看呢 有什么看法呢 苹果其实我本身 我嫌贵的 你叫我是不是说会买来 投到很长 我不会的 但是要留意就是 当然了 发布会来跌 每次都这么说的 但是 好像跌少少 对啊 跌少少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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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处都说撥 对啊 我不是攻击大师 但是到处都说撥 包括大师 当然 那 我 我觉得没那么顺碳 没那么顺碳 哦 苹果来的 OK 这个纯粹是 这个纯粹在观感上 但是 我当时那句 苹果不会跌得多给你的 如果你叫我认真分析地 苹果不跌得多给你的 因为 他 说真的 我不要说他那部机 是不是真的吃老板 是不是真的说他没有新意 他 出什么东西出来 你都会买的了 嗯 是不是这么说 先 就是 果分一定买的 果分一定买的了 那你不要那么离谱啊 是不是先 但是你说 我那粒晶片是什么 你走出来 Tim Cook说 我那粒晶片会增长三成那个 那个速度的 GPU 有什么ray tracing 然后 吹完一大堆东西 那些果分一样买单 所以 当然你可以说他吃老板 你可以说他开始没有新意 但是都仍然有一大堆人 愿意为他的老板买单 嗯 而这个老板是值六七十个百分比率 所以 苹果 其实你说 比二十几三十倍PE 是不便宜啊 但是他不跌得去变 嗯 你想想 我们现在说 AI 那个capx太多 我们说 他怕经济衰退 全世界在吹说 中国的数据不行了 所以iPhone在中国卖不动 你想想 苹果听完这么多坏消息 都动顶着200元楼上 那你会不会甚至 反过来觉得就是 这些坏消息已经反映了呢 嗯 没理由 那条街不知的嘛 那如果我听你这么说的话 短线是苹果 都可以继续看好 短线啊 他跌得多我会骂 跌得多 但是 topic我不会选他 因为他估值真的太高 他真的贵的 他真的贵的 他比较多了200元楼下 我就儘管楼下 巴菲特估了一半 他都还顶着这些位置 嗯 有道理 所以我觉得不像散的感觉 嗯 好 那啊 苹果就暂时都可以分析到这里了 好了 那我们 看看先 这个节目时间都差不多 我们这个节目呢 到最后会选一只股票呢 就帮他打打气的 如果给你选一只港股又可以 美股又可以 你会选一只什么股票 跟他打气呢 哈哈 我要打气啊 现在 我们这个节目 正能量节目 yes 没错了 你要选什么股票呢 或者你在什么焦点股份上 打气 不是推荐的嘛 打气 打气 OK 我为九八一打气 哈哈 哈哈 为什么呢 哈哈 不是 不是 我真的看到 好 那我开包包团先 对岸 对岸台积电那些 哇 你夜鹰部队啊 先进封装 做得这么辛苦 但是真的很有成绩 哇 我们对岸这边 那些 上海 那些微电子厂 那些工人都做得很辛苦 你以为他们打气 你明白吗 好 我都想九八一 爭气点 好点 不是推荐 不是推荐 一爱是打气的 那我帮九八一中心 打打气啦 现在中心在做一 升到一百 十五个 今天都叫升一毫子 最近走势 确实是一般的 可能有些朋友有货 我们都为股份打气 好 那今天节目时间来到 差不多了 多谢加士伯 一拔刀相助 那 好玩吧 这个奇权宝 我看你才做 哈哈 好 那我们有机会 下次再找加士伯 上来客串做一下 偶尔做一下 偶尔做一集也好 看看有没有机会 就时间了 好 那今天节目时间到这里 差不多了 那一会儿回来 那我们一会儿回来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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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 kaz 推荐 读者募請運用 个人独立思考能力 自行作出投资决定 于因相关建议招致損失 蓋与Rordable Finance主持、嘉宾、 編輯及记者无关 同时 Regal Finance所有节目或资讯 相关内容 属作者個人意见 并不代表Regal Finance立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